經常聽人說拿著雞毛當令箭 比喻人濫用職權、玩弄權術 60年代不少家長都會拿著雞毛 雞毛嫂才對,用來當藤條教仔 雞毛嫂令到當時的小朋友聞風喪膽 又可以打送家,一物易用 以前社會資源貧乏 香港大部分家庭都備有雞毛嫂清潔家 又便宜又實用 他的發源地相信是農村 有只是有人撿雞毛來玩 發現雞毛掃過的地方灰塵大量減少 便開始收集雞毛貼在一支棍上 製成雞毛掃,用來除塵打掃 他之所以除塵力強 因為雞毛的纖維大小不一 而且情網狀,通過摩擦,產生靜電來除塵 雖然他的製作過程很簡單 但相比現代的大部分除塵用具 清潔效果更加好 亦都不會在家具表面流痕跡 不過現時雞毛掃已經被吸塵機取代 逐漸色味 近年環保主義抬頭 雞毛掃的製作材料全屬天然 可以被環境分解 相比起積氣式的產品對地球更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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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